各位讲师 各位摊词 各位前贤 大家好 也有说吧 不学赞道天师德 老前前大德 也就感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 我们讲到第十三分 儒华受词 我们了解到儒华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试念处 试念处因为我们社会所流传的 都是初级的试念处 就是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如常 观而无我 都是以初级的在传播 可是我们了解到说 修到旧境的时候 那个试念处跟初级的试念处是不一样 可是我们社会都没有在传播 所以佛学就讲 在大藏经里面 文师菩萨就有问 说这个试念处 这个上圣的试念处 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苏家牟尼佛有回答 说这个观身 性向 犹如虚空 我们这个 《涅槃经》里面 或者就有学了 把那个最上圣的试念处 把它写出来 可是我们社会都听不到 都没有再传播上圣的试念处 那我们了解说 那个上圣的才可以成道成佛 观身就是我们的身体 性向 犹如虚空 不管是我们的身 不管是我们的性 观身的性跟形象 都犹如虚空 都犹如虚空 跟虚空一样 不会变化 没有生死 所以那个已经在文字 就让我们了解 已经到最上圣了 观身 性向 我们的性 我们的像 形象就是身体 犹如虚空 跟虚空一样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观我们的身 他的性跟他的像 都跟虚空一样 那我们就已经就可以成就 最上圣 就已经可以成道成佛 那假如说我们是停留 在这个观身不静 那个观身不静 只要的目的 是要我们离向 我们都对自己的身体 非常的爱惜 非常的迷念 那观身不静 是要我们 就是不住向 不住在身体的形象 让我们知道说 身体它是很脏 可是那个是初级 开始修道的时候要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观受是苦 我们了解说 还成给我们的 所有一切都是苦 那我们在上圣的思念处 观受不在内外 不住中间 就是受不在我们的内身 身体里面 也不在身体的外面 也不是在中间 也就是没有受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在完成 之所以造业 就是把受当成 都真实的 完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实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点 因为我们的受 是因缘忌讳 才让我们去接受果报 因缘忌讳 那我们要了解 因缘忌讳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空 没有一个主宰 那个因缘没有主宰者 所以了解 它当下就是空 所以佛就讲 观受不在内外 我们的内心没有受 我们的身外也没有受 不住中间 不住中间 中间也没有受 所以一切的受都是空 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在缘程的生活 最重要就是这个观念 所有给我们的受 所遭遇的 我们在缘程 所遭遇 一切都虚幻不实在 我们把它当成真 进入内心 我们有喜欢讨厌 既然喜欢讨厌 我们就有取舍 那我们取舍了 就造业 我们重来都是行善 那也是善业 一样都是业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对观受 这个很重要的一门课 一个修处方法 你本身遭遇的 所有一切都虚幻 都不实在 那个很多因缘忌讳 才让我们接受 所以我们上次有说 假如我们在生活之中 都已经进入觉 我身体在做什么 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都寥寥不明 我都知道 那假如说 我们是这样的生活 那等于我们累世 以往手造的那个业 他都不会来 让我们接受 因为以往的是因 现在是果报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有 那个因缘 就是我们念头 或是我们的行为 把我们以往的业因拉来 以往是因 现在就是果报 那因缘会合了 我们才接受现象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已经进入真理世界 时时刻刻都在觉之中 没有不觉 所以我们都在觉 这样的话 我们累世 以往 不管是多少事 我们所造的那个因 它不会来 就是它没有缘 它不会跟我们现在 生活碰在一起 那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 所以佛经里面就记载 说这个所有的罪业消灭 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要了解到 因果是定理 为什么我们造了因 会没有果报呢 各位就是要了解到 这个真理所在 我们有讲过 众经百千节 首作业不亡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自受 有没有 那我们就看第三季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自受 因跟缘要会议 就是要能够配合 我们才接受果报 这样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的生活 已经走入真理世界 就是时时刻刻 我们在生活之中 都保持绝 那我们都保持绝 就是不会照那个 那个缘 我们以往的因 现在照的缘 因缘会合 我们不照缘 因缘 可是我们不照缘 因缘不会合 我们就不接受果报 这样了解意思吗 完全都在真理之中 所以为什么 那个佛会讲 我们的罪业都消灭 那个都不能骗人的 可是假如说 我们修道修道半途 向后转 已经不修了 那以往 手造的月 它一定会来 所以还在 只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走入真理世界 保持我们所有行为 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保持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 我们都寥寥不明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照缘 那个因虽然有 它没有缘会合 所以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自受 因缘不会议 我们就没有果报可以受 所以这个都完全 复合真理 佛才会讲 罪业 消灭 不然 我们六大人回这么久 怎么可能说 一点臭都没有 罪业一定会有 那我们真的所有的罪业 全部要了到亲的话 我们没有希望可以成佛 所以要知道 我们要走入真理 你走入真理了以后 因为因缘会议 才会呈现现象 那我们了解 我们在生活之中 所有的我们遭遇 遭遇也是因缘会合 然后我们接受 那我们从这一个角度 了解到 我们所有的遭遇 所有的遭遇 都是因缘会合 既然落入因缘 它没有主宰者 没有谁在主宰 它是自然而然 那我们从因缘的角度来看 因缘会合的东西 当下就是空 空的 那我们的接受都是空 可是我们那个感受很强烈 我们遭遇那个感受很强烈 都把它当成是实在 是不可改变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我们把它当成实在了 我们内心里面 没有想说 这个是因缘会议 因缘呈现的东西 当下是空的 不是实在 所以我们要应对 可是不要让它进入内心 这样会不会 事情来了 我们要应对 不能逃避 要怎么应对 我们就勇敢面对 可是我们勇敢面对的时候 知道说这个事 当下是空的 不是针对我而来 是因缘会议的才呈现 所以我要去应付这个事情 我把它处理的圆满 就跑开了 不让它进入内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往后的那个因 就是来世的因 我们不照 那因为我们在完成的生活 都一定有遭遇 那遭遇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固定 不会变的 因为我们内心 已经把它固定 所以我们一定有喜欢讨厌 那喜欢讨厌 接下来就有行为 行为动作就变成造业 那假如说我们把它认为 已经透彻了解 它是空的 那这样去应对的时候 本来该怎么应对 有一个刚好的角度 然后我去应对了 那应对了以后 因为不让它进入内心 所以我内心里面 没有喜欢 没有讨厌 没有喜欢讨厌 我们行为就复合忠道 那忠道就是天地之间 所做的事情 白天天夜 春夏秋冬 刮风下雨 天都很自然而然 呈现这一些现象 那我们没有喜欢讨厌 去应对的事情 去应对的事情 就像上天做事一样 没有进入内心的喜欢讨厌 所以不造业 天地之间不造业 所以天地不用接受果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按照这个真理 在生活之中 我们观寿 不在内外 不住中间 寿没有在我们内心 没有在我们外表形象 然后也不住中间 所以整个受空 这样了解意思吗 大概我们最差就是这个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遭遇 看成是非常的深根蒂固 都不可改变 那我们了解到 那个给我们的遭遇 它一定要有阴跟炎 有两个会合 我们才接受 那我们知道阴跟炎 这个当下都是空的 那是空的 我不能逃避 我还要应对 我把这个事情要处理得圆满 那处理得圆满 该怎么做 有一个刚好的角度 我按照这个角度去做 我不让它进入内心 所以不在内 然后也不排斥 也不逃避 不在外 也不在中间 所以我们了解 所有的受都是空 我们知道 所有的受是空 那我们接下来的夜 已经都不照了 因为不漏露喜欢讨厌 那我们漏露喜欢讨厌 接下来的行为 就照了夜 照了夜就要受苦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一定的 那我们都已经没有了 观受不在内 不在外 不住中间 没有 没有受 所以没有受 我们接下来 就已经没有 照业 就完全按照 该如何就如何 那个都是中道 就是天地之间 在做的事 那天地之间 做的事 没有业 天地不会照业 那我们跟天地一样 也不会照业 那不会照业以后 没有原因 推我们到现象来 现象 就是没有原因 推我们在这个樊城 又有形象出现 那除非我们自己发愿 自己 说要来度众生 发愿 那个是愿力而来 不是被我们造的业 推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生活里面 就可以不照业 所以我们说 这个慈悲喜舍 我们佛心里面 有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慈就是娱乐 给人家快乐 悲就是拔苦 把这个苦 众生的苦 都把它拔掉 那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愿力跟拔苦 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之中 就实现 给众生快乐 我们没有省思 而且也知道说 帮助人 比那个被帮助人 更快乐 所以我们就很乐意 帮助人 那个词 愿力 给人家快乐 那悲是拔苦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造的业 那个佛菩萨 他不会替我们担当 我们一定要自己去 这个面对 自己所造的业 那为什么把众生的苦拔掉呢 是告诉我们 不能造业 告诉我们 你现在所受的苦 就是之前 你不知道原因 所造的业 所呈现的果报 那个果报呢 我们要本身去接受 所以这个 拔苦 那拔苦就是告诉众生 不能种业 你种了业 一定要受苦 告诉众生 苦都不种了 就没有苦啊 那个苦业可以承受 所以我们在因地 全部都不造业 你说我要受苦 我要受苦 没有苦可以给你受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造 不造业就不受苦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 道理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造了业 那个苦是一定在后面 所以我们对这个理 就是一定要了解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是接受以往的果报 现在才有身体 那么才有身体 生活之中 有很多的遭遇 那个是我们以往所造 不知道说不能做的 我们去做的 那一些因 现在接受果报 那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 就记得不要再造阴 阴阴果果 没有了期 没有说 没有了 消失了 没有 除非我们走入真理 你走入真理世界 在佛的领域 没有 他没有造业 没有分配心 没有喜欢讨厌 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最重要 就是要培养自己 不起分配心 不起分配心 没有喜欢讨厌 所以我们现在 就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喜欢讨厌的情绪 非常强烈 看到人 都还没有跟他相交往 喜欢讨厌就呈现 有没有 都有 我们看到人 喜欢讨厌就已经来了 很奇怪 很自然 就有了 看到这个人 你喜欢还是讨厌 就心里面已经有底了 怎么会这样 他表示说 我们以往都没有走入真理 就是不研究真理 不知道说 一真法界 不知道说 一个本体 没有两边对待 没有 一个本体的话 有喜欢讨厌吗 没有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佛性的本体就是这样 他没有对待 没有两边 没有喜欢讨厌 可是我们落入现象 就一定有 白天黑夜 有没有两边 有善有恶 有没有两边 有男有女 有没有两边 就自然有 就自然形成 那我们 要走入真理 我们的佛性本体 他没有两边 他没有两边的 我们现在会有男 会有女 那个佛性本体 他可以为男 也可以为女 可以当男生 也可以当女生 所以佛性是没有分配的 是我们落入现象以后 才有分配 有现象的 才有男 才有女 在佛性本体 没有男 没有女 它是一个绝对体 没有对待的 那我们现在 研究 就是要走入一个 绝对的佛性本体 就是没有对待 没有两边 没有喜欢讨厌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 互助于行动 不要喜欢讨厌 我们背心 就渐渐的很淡薄 不会很强烈 不然现在 你看我们那个喜欢的 跟讨厌的 都很强烈 喜欢的 希望你吃得老老 讨厌的 惊去死 你看 这么强烈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你喜欢他吃得老老 不一定吃得老老 你喜欢他马上去死 他不会马上去死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那个情绪 化飞很大很快 可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对 不是真理 真理没有这样 真理是一个绝对体 他没有喜欢讨厌 没有昏悲心 所以为什么成佛了 就是他没有昏悲心 所以佛在看我们众生 都叫我们菩萨摩赫萨 摩赫就是大 我们是菩萨中的大菩萨 佛都这样叫我们 可是各位前选 我们现在称得起大菩萨吗 敢不敢担当 都还不敢 为什么 还差得很远 最起码在我们的心地 都还差得很远 佛就是非常的慈悲 无所不能都要帮助众生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心地 有没有说像佛的心思一样 都要众生好 都要帮助众生 有没有 有啦 只是都少而已 有的很多 有的比较少 都有 我们都希望众生 都能够成佛 都能够成道 我们自己本身的遭遇 自己本身的修持 跟我们累世的累积 每一个都不一样 假如说累生累世都在修 每一生每一世都有修到 那为什么还没有成到呢 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还不透彻 所以我们一直修一直修 有努力修 都还没有成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圆会已经走路 快要整个都结束的时候 所以上天就大海普渡 要我们所有落入还尘的众生 都赶快能够求到 修到 能够成道 就回到我们本来 可是我们落入还尘太久了 都迷念还尘 尤其你看现在 只要你有钱 你要到哪里去玩 都很自由自在 我们这个本导玩得不够 还可以出狗去玩 还玩回来都很累 所以 后学都讲 我们最漂亮的 就是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它是最漂亮 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 那外面的形象 再怎么好 各位前学 都是幻象 假的 它经不起天地的灾变 不管你在怎么美好的环境 来一个九级大地震 它整个都变化 所以没有一个可爱的地方 真的可爱 就是不生不寐 佛性本体 这个是最可爱 所以你想 去观光游览 你就静下心来 观你自己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那个是最光明 是最美丽 那假如说还没有 没有光明 没有美丽 那要努力 要努力使它光明 努力使它美丽 只要你能够付之以实践 你都努力去帮助人 不求回报 保证你那个美丽 观光光明 整个你都呈现 整个都出来了 那个高兴 佛学都讲 你晚上睡觉 睡到半裂都笑到醒过来 为什么 你很高兴 高兴什么 你能够了解到奥妙的佛性本体 你能够看到它 是这么漂亮的 这么值得观光的 你已经找到它了 所以你每一晚都会笑 各位现在有没有 晚上睡觉会笑到醒过来 可能哀声叹气 哎呦 越修 觉得人生越苦 所以笑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没有发挥 没有发挥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只要你发挥了 它可以 助人无数 帮助人 就是没有数量的限制 无量的可以帮助人 只要你肯帮助人 你那个高兴 比被帮助的人还要高兴 假如说自己有实际做的话 你就可以体会 真的是很高兴 虽然帮助人很劳累 可是那个高兴 是从内心发挥出来 那个金钱买不到的 你花钱出去玩 还不见得有这一种情形出现 所以我们要了解 最漂亮的就是我们 不生不寐佛性本体 它没有对待 一个结对体的 所以要相信自己 不生不寐的佛性 你相信了以后 你去发挥 因为没有对待 所以你也不会去在意人家 是批评或是赞扬 不管了 你自己活在佛性的本体当中 那个快乐已经是没有办法 用现象价值的东西来比喻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真正的我们能够如法修持 按照观生性相 有如虚空 我们的生 我们的性 我们的相 都是虚空 跟虚空没有两样 不会生也不会死 不会沾而误垢 你看我们要把那个 虚空有漆 你太白了 我把你漆一漆 让它变成黑色 漆得上去吗 你漆漆都掉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了解到 虚空 就是无量无边的光明 我们佛性就是这样 无量无边 然后我们观受 不在内 不在外 不住中间 没有受 我们一定要体会 没有受 这个没有受 不是现象都没有 都有 遭遇都有 可是不让它进入内心 不让它进入 不记在我们内心上 没有 因为它是因缘忌讳 才呈现 让我们去遭遇 那遭遇 因为有以往有很多的不知道 不知道真理的时候造下来的 现在才会呈现阴炎 让我们遭遇 那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 一定也不在照音 那所有的以往照的 它就不会来了 就消灭了 那我们就越生活 就越快乐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 你假如说内心 一点事都没有 一点事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快乐是没办法形容 各位心上有没有烦恼 还蛮多的 那假如说我们心上都没事 烦恼也都消失 这个时候 那个快乐真的是无法形容 可是可以呈现 我们可以到达那样的状态 所有的烦恼 都是我们自己生花 那为什么我们会生花烦恼 来烦恼呢 因为我们落入凡尘 所学的就是这个 就是学要怎么样烦恼 你看我们有烦恼吗 大家都很烦 我们看看小孩子生下来 他会不会烦恼 他不会啊 那为什么越大烦恼越多 就是学来的 是我们自己学来的 所以聪明 反备聪明物 我们耽误了 耽误自己 所以我们联可把这些放下 能够万年都放下了 所有的望都能够去掉 望都去掉 真的就呈现 那我们的真的 就是要了解到 跟虚空一样 所以霍却之前都时常讲 若无所见 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 各位都还记得吗 记得 那个不是在骗人的 因为你没有能见 没有所见 就已经是一体 那一体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跟如来 一起生活 我们就是如来 整个虚空就是如来 全部就是如来 是不是已经没有能见 没有所见 对不对 那我们有所见 即是学见 为什么 已经露露生命了 你有能见 我相 所见 法相 有能有守 是不是相对 相对 就是生命了 你有生有命 当然就是邪见 见解不正确 你没有 没有能见的我 没有所见的法 已经是把它融成一体 所以若无所见 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 所以如来 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上 时时刻刻 我们所寄住的环境 就是真理世界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如 这样了解吗 你看我们要如法 受持 到达如 这样有没有印象了 原来如就是这样 对 如就是这样 都没有分配 都没有对待 没有两边 那个真的就是如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上圣的思念处 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去进入 我们进入了如那个领域 就已经本身 就已经成就了 已经成佛了 如来就是本身 所以要了解 你把它分析了以后 糟糕了 又落入两边生命 不能分析 这个很奥妙的 一分析了以后 就生命 你全部不能分析 就是一体 全部就是一体 没有你有他了 全部就只有一体 就是如 真实的见你如来 见到了没 不敢隐 你看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我们从真理的领域进入 然后了解到真理的状态 实际的去实践 真的能够做 所以到能够做的时候 那个真的 讲 你再怎么描绘 一定都有两边 再怎么描绘 没有办法把那个 真正的核心 讲出来 所以我们就借着 那个元收 来描绘我们的佛性本体 借着元收 所以要用凡尘的 什么景象 来比我们佛性 都讲不出来 因为讲出来 已经有漏差了 就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们在上圣的那个思念处 第二个 观寿 不在内外 不住中间 然后第三个 观心 但有名字 名字姓李 观心 心只有有名而已 陷入那个名字 也没有了 是不是空 所以我们的心 就是空 所以佛学就讲 我们修到一定要明心见性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讲上圣的 观心但有名字 这个心 就已经是即心即佛 完全都是真心 是常住真心 跟我们生活之用的 视心 认识的心 已经不一样 我们认识的心 它是使以生命 那我们现在 那个观心但有名字 名字姓李 那个已经是常住真心 就是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了解说 你看 观心 你找不到心 心连那个名字都没有 所以 各位先生 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说心在西空 那身体没有心 所以了解到 讲出来又已经不是了 又已经变化 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个二族 那个尔文达摩祖师 就是他已经 接受了道理后 他就讲说 弟子 这个心不安 求师父 以我安心 达摩祖师说 将心来 以辱安 二族一听到以后 就很努力 赶快 把心找出来 找了很久 找不到 所以就回报 报告 达摩祖师说 密心了不可得 所以我找心找不到 达摩祖师给他回答 以辱安心静 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各位了解意思吗 你不安 你心不安 求我给你安心 我说你心哪来 我把你安 你说 密心了不可得 找心找不到 你的心都找不到 你的不安从哪里来 各位了解意思吗 我们心都不安 很烦躁 从哪里来 还是自己生化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或许就觉得 那个 那个 法龙 法龙禅师不是有讲吗 各位都还记不记得 那个绕口令 都忘了 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记得 有哪一个可以说得出来 真的都没有人记得 真的都没有人记得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要用心的时候 我们都找不到心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反正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生化 真正的 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 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一些事情 需要处理 可以有没有写下来的 有没有 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当用恰恰无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听的时候 好像在绕口令 可是各位就可以了解 从这个句语里面 就是我们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我们要用心了 没有心可以给我们用 无心恰恰用 我们无心的时候 那个都用到刚好 当用的时候 恰恰无 还是把它写下来 比较记得老 往后 不记得再拿出来看看 就看到了 这个很好记 它有两个恰恰 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当用恰恰无 是不是都两个恰恰 所以不是绕口令 而是真的实在 实在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恰恰要用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 要说得快 提心出来用 没有 找没有 恰恰的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无心的时候 我们用的都很刚好 当用的时候恰恰有 所以或许都觉得 这个法龙禅师 讲这个话 就是那个树子 跟他讲 那个百千法门 有没有 有没有人会背了 因为它很短 上次好像有人背出来 有没有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何沙妙德总在心也 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 西柱寄足 不离辱心 一切烦恼业障 本来空极 一切因果皆如梦幻 无三界可出 无菩提可求 人与非人 性向平等 大道虚况 绝思绝利 如是之法 如今以德 更无缺少 以佛何书 更无别法 辱战任心自在 莫作观寻 一莫成心 莫起贪嗔 莫怀愁虑 荡荡无碍 任意纵横 不作之善 不作之恶 行之作恶 赤目一言 总是佛之妙佑 快乐无忧 顾名为佛 或许记得上次 还有人背出来 上次有背 这次不记得了 所以因为它不太长 像比较长的信心民 或许都有背过一次 信心民有两千多个字 比这个长了很多 可是我们是如法受辞 还是回到 我们那个 这个观心 但有名字 名字姓李 这个是第三 三念曲 那第四个 观华 不得善华 不得不善华 观华没有善华 没有恶华 那各简选 华在哪里 就是空 所以这个四念处 上圣的四念处 竟然整个都是空 然后我们进入空 就真的进入真理世界 真理世界就是空 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 所以为什么又特别 把那个上圣的四念处 又重讲一次 因为我们 这个就是整个 这个我们认知的社会 都没有人在传播 都没人说 没人说 那是买华 所以我们了解说 开始的四念处 你这样的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华无我 要怎么成道 要怎么成佛 成不了的 一定的 要进入上圣的 各位都有印象了吗 讲得出来了没 说得要讲得出来 就知道不知道 很容易 观身 身体 性相 犹如虚空 观受 不在内外 不住中间 观心 但有名字 名字姓李 观华 不得善华 不得不善华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 没有很长 而且意思 就是让我们真的透彻 我们透彻了 就可以成佛 真的 佛要进入那盘 尔南就问 以后佛不在了 要用什么法来修 才可以成佛 成道 佛就回答 用四念 处 就是用这四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四念处 可是我们社会传的四念处 是那个观身不尽 那个没办法成道成佛 所以佛学 学那个内盘经 特别把这个 上圣的四念处 把它写下来 真的 各位前学生 我们只要记得这四句 就可以成道成佛 或许都会告诉我们 很多的修持方法 看是要观我们的 那个人心为待不安 道心未妙难见 还记得吗 那个也一样 可以让我们成就 还是要我们 这个 就是 知道心在想什么 生在做什么 那个诀 也可以让我们成就 那这个四念处 这个是佛 跟二难回答 说往后 佛已经内盘了 不再完成教导 那个地质修道 用这四念处 来教导 所有修道的 这个是佛交代的 就是要我们这样修 就可以成佛 那我们从这个文字的意思里面 真的就是看到 可以成到成佛的 那个厌解 可以达到的 那个目标 那么接着 我们就讲那个 四正琴 四正琴哥有意象吗 有没有 以生恶 令断 为生恶 令不生 那以生散 令增长 为生散 令生 这个就是精进 我们修道 就是要精进 那我们就看我们自己 假如说有恶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斩断 以生恶 令断 那为生恶 令不生 没有生恶 我们不要它生出来 那以生散 我们令增长 增加 向上成长 那为生散 令生 为生散 令它又产生了这个散 这个是四正琴 就是很努力精进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也需要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有时候 会上上人有没意志 有时候会自己迷腐 所以在迷腐的时候 我们用四正琴来提醒自己 有没有负面的念头 有的话赶快去掉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向上的 那个动力 没有的话 要赶快增加 这个是十一 四正琴 那我们了解到 这个四正琴 精进了以后 就有四神主 那个神主 就是要启花 就是要启花 那个整个 我们的五眼六通 以及 佛信的大用 就是培养 定力 四神主 是培养定力 那或许是用记的 用把它记第一个字 欲 欲 情 心 观 欲 就是欲望 我们要 要有强烈的欲望 所以我一定也要启发 我佛信的定力 欲 我们那个欲望 各位知道怎么写吗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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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有强烈的 我们那个意图 就是我一定要 启花我佛信的定力 那个很强烈的欲望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佛信的定力 够的时候 他的作用就会呈现 所以一定要强烈的 使自己 不要完成生活那一种 模拟两可 无法无法 不能那个样子 要很强烈的 我一定要有定力 那个强烈的 那个欲 神主 才会引花我们定力 那么第二个 勤 就是很勤快 就是精进的意思 勤 勤 神主 我们那个 神 神明的脚 那个主 那第三个 心 疫情 心 我们要一心 所以这个一心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假如说 在生活之中 都保持我们的心 都是一心 没有三心两意 那对我们来讲 帮助很大 一 知得一万是必 所以一心就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 很强烈的 那个 要专一 精神集中 力量集中 那个一 一心 然后观 观神主 就是我们要回光返照 就是把注意 向外 那个注意的精神 全部都收回来 一神主 勤神主 心神主 光 观神主 四个 四神主 所以我们了解说 如法修持 在讲的都是一些 基本功夫 从四念处 四正秦 四神主 然后接着就五根 五根各位知道吗 五根有何必须 信 尽 念 定 会 信 根 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佛法 很深 这个无底 像架 有的信 能录 我们假如说 你能够相信 自己 不生不昧的 佛现本体 你就可以 进入 很深 很难了解的 佛法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 要培养自己 有那个信 这个信根 很重要 或许都发现 我们凡人 在凡尘用的信 大部分都是相信 外面人讲的话 相信 相信 外面的 事前 对 自己 不生不昧 佛性的 相信 都 程度不够 都 缺少 实质的 相信 那我们 一定 要 对自己的 佛性 一定要 这个 实质的 相信 因为相信 因为相信了以后 他发挥的力道 就很大 我们要了解到 每一个都是佛 你相信自己的佛性了 你发挥出来 就有佛的那一种神通力道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佛性 接着 静 就是一样 就是 这个精进的意思 一定的要精进 才会成就 我们做还尘事 也一定要精进 才能够成就 还尘事 何况是我们修道 更也要精进 所以 信进 然后念 念 就是一心一意 就是要 念佛 念我们 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念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 尽量 就不要起心动念 尽量不要胡思乱想 因为我们 我们胡思乱想 消耗我们的能量 那我们 这个吃进来的养分 本来就不很多 那一直把它消耗 我们要修道的力道 就不强 所以 我们也就是一定 要 相信自己的 那个佛性本体 所以念 要学六指 唯求咒佛 不求遗物 这个念 就是正念 念我们 就一定要成就 成佛 定 就是我们要有 这个定力 信进念 定 培养 我们这个定力 所以 我们对自己的佛性 相信的越深 定力就越强 那我们在凡尘 打坐的定 那个很难念成 很快破坏 那我们从佛性本体 生发的定 那就很理想 因为他本身具备的 佛性的本身 就具备有定力 所以只要我们定了以后 心定了以后 我们在处理 这个凡尘事 那个轻重缓急 我们就能够分得很清晰 这个甘先咒 这个慢咒 这个很急 这个慢一点 缓慢一点 都很寥寥分明 所以 这个信 信尽念定 最后一个叫做慧 信尽念定慧 这个我们的五根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很重要 我们对自己 那个慧根 各位了解这个慧的意思吗 就是实语 我们的智慧 我们能够选择 修道 选择来听课 这个就是有智慧了 这个慧根 有时候我们也都会讲 你慧根很好 都能够很容易来了解真理 那个是实语慧 这个五根 信尽念定慧 然后接着 这个五根 我们跟这个扎吻了以后 它产生五力 那五力 跟五根的名称一样 也是信 敬念定慧 就实以五力 发挥的 从五根 发挥的力道 那从这个五根 发挥五力的时候 就进入这个七节之 七个节物的那个支线 各位有没有听过七节之 七菩提分 有没有 有的会有接触 有听过 那有的 假如说比较少 接近修道方面的话 七节之 七菩提分 就比较少 听到 那或许用记的 因为要记很多 所以就会用很简单的 择进席 安定慧 然后中间一个念 这样七雷都出来 择就是选择 选择 我们那个节之 选择 那我们在凡尘 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都需要 那个选择 我们选择 怎么样做 我们选择 怎么样追求 那个选择 然后这个 择进喜 那个敬 就一样是精进 然后喜 就是很高兴 欢喜 喜节之 择进喜 这三个 都是食与会 然后底下 安定舌 这三个 食与定 这个安 节之 定节之 跟舌 节之 这个三个 都食与定 那前面的择进喜 安定舌 要使他平衡 就是你会太多了 择进喜太多了 那我们就是了解到 人会 这个轻狂 就是不稳重 那你安定舌 那个定太多了 我们人会 我们人会分纯 就是提不起精神 所以两个 择进喜 这三个 节之 安定 使三个 节之 要使他 刚好都平衡 中间 中间一个念 念节之 来调节 调节 看来要增加智慧 还是增加定力 两个把它调节 刚刚好 就七节之 这个我们 这个比较少去说 所以就听到机会也不多 那么接下来就是八正道 我们从四念族 四正秦 四神族 五根 五律 七节之 八正道 总共三十七制道品 所以我们以往 或许就觉得说 以往也没收 以往我们有没有收过 没有收过 那我们七节之 因为它里面都有一个一个详细解收 都有那个意思 因为或许觉得说 那个从文字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不用再特地详细解收 那八正道 第一个就是正见 这个都比较时常会提到 正见 正思维 正念 正于 然后我们 正业 然后正命 正经 正定 正定 刚好 八正道 多八个 都使以 我们可以走入这个道 所以这个三十七制道品 佛在环城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大概都不会离开 这个三十七制道品 所以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 那个正见就非常的重要 就是正确的见觉 就是实以佛知佛见 佛的知见 正见 那我们从这个正见的 这一个角度 然后产生思维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环城用的那个思虑 考虑 那个是实以第六意识 可是我们这个正思维 它实以八正道的 它实以走路 就是正道 可以让我们成就 跟我们那个考虑思虑 不一样 思维 它是在真理之中 得那个思想波动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环城 就很少能够辨别 那个思虑跟思维 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思虑 那个是我们在环城生活用 那么在环城生活用 落入现象 那么落入现象 我们就有那一些 得思掺杂在里面 那正思维 它是实以 要度化众生 需要用什么方法 它整个角度 都已经不同 不是说我们在环城 跟人家耳交往 然后会不会吃亏 然后会不会被人骗了 那个考虑思虑 那个就真的是 我们的第六意识 那我们走路 那个正思维 它是实以佛性版体 是实以不生不昧的佛性版体 所以在这个思维 八正道里面的思维 都是想要怎么样 还没有成就之前 怎么样来修 成就了以后 怎么样来度化众生 都实以在佛道方面 所以那个正思维 是从正见 然后延伸出来 然后再接下来的正念 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没有 我们没有起心动念 就叫正念 各位前学 我们不起心动念 有没有念 没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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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起心动念 可是我们 寥寥 没有念头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那一种 没有念头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 我们的正念 没有念头的时候 那一种寥寥不明 就是我们佛性的轮廓 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 我们有起心动念 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它作用 是让我们在完成生活用 可是我们的正念 没有念头的时候 它是要我们了解 佛性本体的状态 整个轮廓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都没有念头 可是你寥寥不明 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要了解说 讲者唇唇唇 听者渺渺 说是这样 很久来 要说给我们听语 你听的人 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本来这种心理心法就很深色 我们能够接收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点点滴滴 一点一滴 你接收了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学问不是一天半载 就可以了解 各位就可以回想 我们三年多前 现在这样讲 听得懂吗 绝对不懂 对不对 你讲第一句话 我们就听不懂 我们做两个小时 所以啊 或许都很感动 头一句就听不懂 我一直坐坐两点钟 还不可以嘟嘟 很难 难不难 第一句就听不懂了 然后要做两个小时 讲到两个小时 到才下课 那个下课 解脱了 可是从开始讲 一直讲到现在 或许都一样的心 就是非常诚心的 把后学知道的 要诚识给各位 希望能够了解到真理的状态 能够怎么样来修道 怎么样成道 怎么样成佛 因为或许是摸索得太久 光知道佛性本体 就三十年 三十年 或许都会想 哎呦 九五 三十年 哎呦 你现在听了整句 你就知道了 可是或许那时候的追求 不知就是不知 我们对自己诚实 我就是不知道 辅行是什么 不知道 到三十年 后天庙有十七年 然后求道以后又十三年 加起来三十年 真正的那个时候了解 好好好 那这切 就这么多切 整个都呈现 就都死了 整个都佛性 各位一定会说 整个都是在读 可是等到你完全都了解以后 你就会知道 真的很亲切 整个都是佛性 古业都是佛性 所以佛学 把那个看到的经典 他不容易了解的地方 都把它讲出来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阅读明星 然后误导 他误导什么 我们在外面 这个不容易找到答案 只有那个 阅读明星误导 这样误了 你看到 我看就是这样 怎么误导 然后一直惨 说什么是道 各位学学 跟我们毕业三十年 你也知道什么是道 知道吗 然后释迦牟尼佛 连发示众 说大家是破颜微笑 我们连个三十年 能不能够破颜微笑 那个都一样的道理 就是佛以一朵花 代表凡尘的所有万象 让我们看 然后为什么大家是 他会破颜微笑 就是把我们的佛性 引发出来 谁看到 大家在看 不知道佛在做什么 不知道 大家认为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释迦牟尼佛 阅读明星 晚上的星星 我们也都会看到 对不对 那个星星 就是凡尘的万象 谁看到 你看 我们大家 也不是看 对不对 我们哪里都没领悟 人家看一看 还会说 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 皆寂如来 智慧得相 皆因妄想 执着而不正得 我们全部都有 那我们差在哪里 妄想执着 我们差在这里 不妄想不执着 我们就正 就能够正德 正德智慧得相 道德的形象 所以这个 一子禅也是一样 什么是道 了解意思吗 这个是代表 还成的万象 要想看到 是不是 我们面对的人看到 你看到那个就是佛性 所以这个是引发你的佛性 有没有够透彻的 不用再去想 不然你后来再看 夜读明星舞蹈 你还不知道怎么有 还看着一直惨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着连发述众 不知道怎么述众 所以佛学说 那个不容易领悟 干脆把它讲出来 以往的 这一些圣贤都会骂 不可以 要让众生自己想 你这样说 众生他都没保障 就要让他想 收拾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就老了 有时候 问你 在观察 又不知道 就是这样 或者都在想 这么不容易领悟 我三十年才跟那个说 你都不要有念头 然后寥寥不明 那个就是佛性的轮廓 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 干脆我讲讲给大家 都没了解就好了 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怎么修 你要修不修 看你自己 我都把答案告诉你了 你人家修你就会行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我们能够坐在这边研究 很不容易 你坐着很不简单 你想想看 头一句都听不 坐到现在三年 要四年了 三四年你坐又坐着 还会这样轻听 很不容易 听不懂又肯听 那个才困难 你听懂还没什么 听不懂 听不懂又轻听 只要你肯追求 绝对有答案 我讲这么多的话 青菜也有一句 这句我听有 一定有的 这一句我听懂了 听懂你就可以用 就不用再那么久的时间 去失守 所以我们的正念 你有念头就叫写念 你都没有念头了 那个叫正念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全部的念头都放下了以后 我们的寥寥不明 我们的佛训本体 所接触到的 凡尘所有一切 都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都呈现 就叫如 所以或许你看 在如是我闻 你如果看 你会说 好 以前就跟你说到这正正 脱根脱尘 离身离境 有没有 你就了解到我都讲了 一点都不偿失 都没坎坡 都怕你不慢了 都跟你说到 有够相识 就是详细说 就是要你真正的走路 修道的道路 不然我们求道到现在 都满长时间 你有在修得有 要修什么 不知道 所以外人一看 为什么对我们批评都不好 因为我们表现出来 不很理想 你假如说 都能够从心理心法 进入修持道路 你看那个表现出来 真的所有我们社会众生 都会赞叹 怎么有这样的人 怎么肯做这样的事 都是牺牲奉献 真的就是这样 不求果报 不求回报 所以你看 整个我们社会 对我们的观感都改变 我们整个世界 也就是要这样 所以那个才真正的 把这个 搜婆世界 变成连华邦 这样才可以 才有办法 你假如说 不改变做法 都按照我们 旧的模式来做的话 你自己都不相信 搜婆世界 有办法 变成连华邦 那假如说 像我们现在这样讲 我们这样做 可不可以 真的就是可以 已经我们都 撇开 个人的厉害关系 全心全意 就奉献 所以我们了解 这样才能够 要感动别人 先感动自己 你自己能够感动的 别人一定会感动 你能够感动上天的 一定能够感动人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只要你真正的诚心 真正的实际做 那就可以让你的理想 都整个呈现 所以我们在正见 正思维 然后正念 接下来就要正语 讲出来的话 要复合真理 不复合真理的话 就不要说了 就是都复合真理 你讲出来 都是真理 正语 那正业 我们了解 生 口 意 就是业 我们为什么会造了那么多业 在完成受苦 就是生 口 意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意念 这三个就造成了 我们的业 生 口 意 这个业 然后我们要正 正身 正口 正义 身 口 意 全部都正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就很困难 所以要当一个比丘 就是你进入佛家要修道 他告诉你 比丘的句语 就是身与意业莫作恶 莫老世间之有情 这个我们要了解 这个我们要了解 完成的所有众生 这个友情就是众生 你不要懊恼 因为他不了解真理 然后正念 观之 意境空 无意之苦 当远离 所以第一句就告诉我们 身 于 于就是口 嘴巴 意 身与欲业莫作恶 你要进入佛门 比丘的句语就先告诉你 这个三页要正 你的身 你的讲话 我们现在这个讲话口业 真的造的是最重 很容易嘴巴话就讲出来 所以我们本来人 福都很多 被我们的嘴巴吃掉了 我们嘴巴很容易说话 把我们的福月都消耗掉了 所以福就很少 所以我们要 身也做得正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 身体不会微微皱带 可是这个嘴巴 这个真的就是要 努力的加以耶稣 耶稣自己 不要乱讲话 不合理的不要讲 讲出来都是真理 这样 然后意 更难控制 我们的意念 怎么想 没有人看到 心派没人知道 水派最厉害 都是这样 你心里面坏了 没有人知道 可是你嘴巴一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修道 就是要了解 从我们最亲切的 身口意 身与欲业 讲出来的语言 从我们的意念 然后都保持 诚 非常诚心 这样的话 我们人生就不白来了 最起码我们都能够守志正义 我们人格都健全 现在我们要知道说 很多人格都不健全 都自己把自己贬低了 以前像霍学那个朝代 记得那个老人家在骂人 他骂人家的话 真的现在回想蛮严重 有没有听过 你看 那已经是出生道了 严不严重 人的阿玛精神 那真的很严重了 表示你人格都没有了 变成出生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自己人格要健全 就是要自我努力 自我要求 没有别人会盯着你 可是你可以盯着自己 真的人格健全 这样我们上不愧天 下不辅地 对地对天都对得够 然后对人也没有亏欠 这样人就价值了 所以正业 深 口 意 然后正命 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 就是我们钱的来源 就是要光明正大 这样的生活才叫做正命 那佛制定俱立 他们那个比丘 不能自己去指饭吃 一定要脱拨 他的意思 就是说你去脱拨 都是要低心下气 要降服那个骄傲的心 那我们人 不管有钱没钱 我们的心都有看不见的骄傲 我们内心骄不骄傲 不承认 我们要知道 纵然现在在外面流浪的街民 他们等于是很骄傲的表现 所以有时候你要拿钱给他 他还会骂你 等于你瞧不起他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骄傲跟身份地位 大概没有关系 已经最不理想的生活 他一样还是维持他的尊严 我们讲好听 不要说骄傲 说尊严 有没有比较好听 维持尊严 可是后来就讲过 就看到一个学生 高中生 他去超商买面包 他把包装的塑胶 把它撕破 丢到垃圾桶 要做什么 就是要给街民拿去吃 我说这个很高干 高不高 他又不侮辱他 他都在垃圾桶捡东西 都吃 对不对 就让他去捡 他全部都不沾了虚名 说我拿给你吃 我们都会有那种心 好像现在在北部坐车 那个年轻人要浪坐 他不会说 你来这家坐 没有 还是那个小铃圣 你来这家坐 没有 他起来就走开了 走到远的地方去 就是要让你坐 我说现在这个蛮高干 不沾了那种 说你在让人喝酒 没有 所以那个就真的又不一样的生活形态 他要做那个工作 可是他不接受你的那种表面的感谢 尊敬 不接受 他直接就走开了 我也是看到那一幕 特别记忆深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动机 我没有你在喝酒的时候 那面包尾的也没吃 就把他跳伐 等于奔舍让 看到那个杰敏在捡的时候 我才去聊这个说 哦 原来是这样 各位简言 假如说你看到你会怎么样 你会买 他在偷坐 那个能吃的东西怎么 买来就丢到垃圾桶 所以我们真的是 不能以表面来看 他的那个内心 真的是比较实质的去帮助人 这个是后学看到的 所以我们讲到正见 正思维 正念 正于 正业 正命 然后正精进 这个正精进 我们就是了解到 自己上不上进 自己也非常熟悉 我们是走上进 还是走那个堕落 我们最知道 自己本身最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要静静 然后最后一个正定 还是一样 八正道里面 也都讲到 这个我们佛性的定 从那个四神主 那个培养那个定 到后面的八正道的定 他都是这样 一路就沿过来的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三十七支道品 全部要我们怎么修到 都交代的非常详细 都告诉我们 你就是要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三十七支道品 就是直接可以让我们成道成佛 不像那个 我们的那个苦极昧道 苦极昧道它是欧罗汉 十二因缘 它是必知佛 没有像说 我们这个三十七支道品 直接就可以拉你到佛 那个位阶 就很高的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在生活之中 看看哪一个方法 最适合我们修 我们就采用 然后一门深入 像霍学开始讲第一堂课 要我们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深 对不对 我们假如说开始做 一直到现在 你的功夫已经很深了 你那个万年放下 真的可以放得非常透彻 望都近 真显 真都显现 那个真显现一念不深 一念不深就是佛性的轮廓 我们佛性的本体就是这样 跟我们那个正念 都没有念头 那个了了不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在讲的这个真理里面 它条条道路都是通礼天 都是要我们回到礼天的 我们今天讲这个第十三分 如法受词 各位有如法受词了没 我们还有二十几分钟 因为之前还有很多要问的 还没有回答 所以我们就把剩下的时间 给各位提问 或者鼓励一定要问 修到问题多得如流毛 我们竟然都不问 要问 由于要必问 问了以后 我们才会解开 我们自己打的结 这边有几个问题吗 好 一收 言语道观 心情触境 要如何解释 这个刚好我们有讲到 那个若无所见 即是真实的见也如来 若有所见即是绝见 那个你要讲到 真正的那个透彻 了解的内容 就是要到达 源语道断 就是你用语言 可以讲得出来的 把它断掉 就是不要用语言讲 你用心 心情触面 你的心可以想得出来的 那个地方所在 心可以想的地方所在 都没 所以源语道断 心情触面 那个是已经领悟到 最高法门的时候 就是一个绝对体 没有两边相对 所以那个只能议会 不可言传 才会用 源语道断 心情触面 来表现 说你讲出来的都不对 已经有离开一段距离 你心能够想的也不对 已经不是他的 本来的状态 所以才会说 源语道断 心情触面 可以了解意思吗 了不了解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领悟到了 我们最高程度的时候 那个就源语道断 心情触面 没办法说了 一讲出来给你听 你会 好像不是这样 你自己会感觉到 你回答的答案 跟你的领悟不同 不一样 所以那个就到达 言语道断的程度 然后你心在想 这个样子是什么样 那个心想的 你心去想的 完全都不对 所以心形处面 你心所想的 那个地方所在 都不对 所以也要灭掉 才真的可以呈现 你领悟的状态 好 请问余祖师问龙禅师 有句话说 一粒树中藏世界 半生大内 三川是什么意思 那个 我们就是了解 那个 一粒树米就是很小 我们吃饭的米粒 很小 它可以 藏整个世界 这个就是 小中 现大 现得很大 一粒米 可以把整个世界 都藏在这粒米里面 各位 各位了解意思吗 可能 自念的意思 知道了 那真正实际的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当我们已经领悟到 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那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没有形象 那没有形象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它可以把整个 我们整个那个世界 就是归纳到它的佛性本体里面 因为佛性本体 没有形象 所以用 一粒树米来 来形容 说 整个 那个世界 就藏在 一粒树米 这个里面 那个就是要了解到 是没有 形象了 才可以 达到的状态 你假如说 以真的形象 一粒树米 像我们一粒米 是很小的状态 那很小的状态 怎么能够容纳整个这个世界呢 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就是已经到 没有形象的状态 没有形象 你可以容纳 无量无边的形象 无量无边的形象 就在你没有这个形象的佛性里面 所以我们了解到 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到 我们整个佛性呈现 我们不是有毛孔吗 我们皮肤有毛孔 对不对 我们这个皮肤的毛孔 一样可以容纳整个世界 就在我们一个毛孔里面 这样了解一次吗 就是它能够容纳无限的大 因为它没有形象 所以才可以容纳无限的大 所以再怎么大 就在我们那个一小小的 那个没有形象的佛性当中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了解到真理的以后 知道说原来它所讲的一粒树米 可以藏世界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把所有的形象 收容到没有形象的 那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了解说 这个一个顶就是三角 在煮的东西 你拌的在煮山川 才半个顶而已 你就要煮整个山川 那个意思也是一样 你不要说半个顶 你加了一百倍的顶来煮山川 也煮不下 所以那个也都是 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它可以收纳归纳到 无形无相的一点点的范围里面 我们一点点的范围 就可以容纳无量无边现象的世界 就是那种意思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修道了以后 我们进入到佛性本体 虽然我们佛性本体 我们都把它归纳在身上 小小的在相关 可是要了解到 整个佛性本体 是充塞整个虚空 所以我们很少去研讨这方面的知识 不知道说我们的佛性 有这么的广大 非常大 因为我们有研究过任言经 文师菩萨就有讲 说我们的觉性 我们那个佛性 那个觉 觉海 性成缘 就是我们的佛性 非常的广泛 好像海 好像海 我们的大地的海 还有边 还有底 我们佛性 没有边 没有底 然后 这个圆成 绝圆庙 我们那个佛性 本身 它就是 有圆庙 跟圆明 那圆明照身手 手力就照姓王 我们也就是了解到 我们佛性本体 它圆庙跟圆明本具备 不是我们人为的 它本来有 它充塞整个宇宙 所以 文师菩萨就讲 因为我们众生 迷 忘 是从真起忘 我们迷妹 又从真起忘 所以 才有虚空 因为虚空成立了 才有三额大地 有三额大地的 才有众生 有众生的 才有业果 所以我们变成 世界众生业果 三个一直 没言不绝待人回 那文师菩萨讲 那个欧妹 他说 我们这个虚空 就好像 海里面一个泡泡 欧 海窝 那个泡泡 妹了以后 我们地球都没有 地球都没有 山游 就是山界 在哪里 没有 山界没有 所以 我们了解 文师菩萨讲 这个整个 我们这个虚空 是从佛性 生花 是我们迷惘才有 然后生花以后 才有众生 才有业果 这样 它都是虚幻 不实在 实在的实相 就是只有 我们佛性本体 佛性本体 它是超越 超越整个现象 超越整个 太阳序 非常广泛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以那个 任元清 文师菩萨所讲 我们了解说 我们的佛性 不只有在太阳序 它是整个 虚空都有 那么整个 虚空都有 就有无量的 佛世界 无量的 这个 四大步骤 所以我们假如说 时常能够看佛经的话 就会 时常呈现 这一些观念 或者在想 我们所知道的 都有限 没有说像佛经讲的里面 有那么多的 那个佛世界 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那就是 释迦牟尼佛 鼓励我们 就是能够修 能够回到 我们的佛性本体 你回到你的佛性本体 你要到哪一个佛世界 你可以以你自己的意愿去 那我们现在 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们被业力推 业力推 只有在我们这一个地球 我们的六道人回 它的范围 只有在这个地球里面 没有办法超越太阳序 没有办法到 无量的佛世界去 所以要到无量的佛世界去 就一定 我们要能够成佛 你成佛了以后 你才可能 可能到 那个无量的佛世界 去那边 你看去度化众生 或去那边住 都可以 那有无量的佛世界 全部都是菩萨 没有众生 都是菩萨 所以我们一看了以后 怎么有这样 怎么有这个世界 世界里面 全部都菩萨 全部都菩萨 那也有佛世界 里面 就是必知佛 那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欧罗汉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成就太小了 所以佛飞 这个斥责 骂 后罗汉 说 这个焦雅 败走 都不想 拓展你的 那个生活领域 你只有照顾你自己就好 不度化众生 你要度化众生 使众生也能够了解到 这么宽广的 那个佛世界 可以到整个佛世界 去那边 去透展你的视野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 讲入到我们佛性本体的以后 那个无量无边 真的没得像架 你要追 有很多可以让你追的 不像我们在樊城 这么一点点知识而已 好像那台花年纪 十几天还找不到 你看 这么宅 这么宅的地方 都找不到 那一部飞机 两百多人 两百三十几个人 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宽广 不只有我们整个太阳序而已 超出的 超出了以后 我们科学家还在研究 到底可不可以生存人物 可是我们一成佛了以后 那个条件我们就强了很多 我们现在要有现象 再完成生佛 要有条件 要有空气 要有水 让我们能够生佛 可是你已经成佛了以后 是一个绝对体 绝对体了以后 不管你到哪个地方 整个无量无边的 整个虚空 你都可以存在 不像说 我们科学家 一定要有太空船 然后一定要能够生存的地方 才能够生存 我们佛性 就不用那一些条件 还有吗 为什么八角 蜘蛛和鸭床有关系 这个我们导师要了解到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说 整个身体都不能动 整个身体就是被那个厌媚鬼 就是鬼压 鬼压着 那我们一般 就是躺着不能动 就看天老板 有一只蜘蛛 八角蜘蛛 所以就会把他归纳 说那只蜘蛛在做拐 是这样的 蜘蛛没有形象 蜘蛛没有形象 他借着蜘蛛的形象 给我们看 借着那个给我们看 所以富贼都讲 他为什么敢来压我们 就是要了解到 最起码蜘蛛 瞧不起我们 假如说你是修持 蛮有一段时间 你有功力了 因为魅鬼看到你 鬼都来不及了 哪敢压你 那他为什么会压你 就是表示 你一点量 一点佛性的功德都没有 我们说这个鬼 我们要了解 他没有形象 可是他假如说看到菩萨 菩萨的满身都很亮 他跪着拜都来不及了 绝对不敢皱弄 那假如说我们都被皱弄 表示我们以往所作所为 都为自己 不为别人 所以 燕灭鬼就会欺负 欺负 这个佛性没有光 本身又没有德性 又不累积善 就是那样 所以我们假如说 遇到这个燕灭鬼 那佛也就讲 他让你整个身体都不能动 那你的心可以动吗 你先心动 你心动了以后 你的身就可以动了 你就可以破除他的耶稣 会不会 心向上人的响 你心 一先动 心先动的时候 你说我先手动 然后脚动 你手跟脚还没动之前 你心先动 你心动的时候 他接着你的手 你的脚就可以动了 所以身不能动 心先动 心动了以后 破除他的耶稣的力道 他要把你 不然你没办法上人 我就好像有办法 听你 心听你 还有吗 有问题 度不到人怎么办 度不到人怎么办 各位前选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佛老师跟我们讲 我们去度人 事肉有成 乐其事 事肉无成 治不还 假如说我们度不动人 那我们那一种意志 我们度人的心 那个跟还人都不一样 不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众生 要他们脱离苦海 所以那个度不动人 各位要了解到 佛学都讲 假如说我们 是从畜生到出来 那畜生到 各位就了解 他出生了以后 吃吃吃吃吃 大价 放在那一台 所以只有知道吃 跟睡觉 然后大了被人杀了 就只有这样 你跟他修道 你敢不敢去把 那个政策说道 成不成 你们都没有那么努力过 去对着出生道 你要讲 你都没要收道 你才会做政策 你一定就要做好 有没有 有啊 所以啊 你看以前有一个石头和尚 有没有 讲给人听 大家都不爱听 我来讲给就头听 你看那个 那个石头都会点头 你说 这个 那个整个 就是没有善根的人 一参题 有没有佛性 那个是被他诚心手感 他说 我说给人听 人都不爱听 一参题就是没有善根 不能成口 没有佛性 好 我去讲给石头听 现在啊 哎呦 讲给人听 人那么多 眼睛在看 一看了就软了 说没错 好 我来说 让政策听 政策 他会回答 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两分钟 还有吗 没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要下课了 好 请收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说 假如说我们在 要研究真理 了解真理 都提不起精神 可是一解除了 下课了 不用研究了 精神都来了 那个表示啊 我们的周遭 都有业障在阻碍 因为你努力修到了以后 他所有的业在都逃不到了 他要阻挡你修到 不给你修 可是我们人有主宰的力量 你只要说坚定的信心 像以往有一些 这个精神不济了 他拿那个针 我们那个红衣服的那个针 把那个肉刺 哎呦 会痛的精神就来了 那个威靡不振就消失了 所以啊 我们人的意志可以克服 克服这一些 假如说啊 本来精神很好 精师一翻开 就一直想打喝歉 要想睡觉 那个就表示 我们的那个障碍蛮多 自己要了解说 就是累世之间没有修 然后好事没有做 众生没有赌 所以才会很多阻碍 我们都可以克服的 要了解啊 我们有主宰的能力 下课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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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